其實在六四事件發生的時候 當時的中大學生黎鴻 正在現場支援示威學生 而黎鴻在北京回來香港之後接受訪問 說當時解放軍在天安門廣場 用彈黑車壓死示威學生 場面恐怖 原來那一刻衝著我那條行人路 據著我那些學生走過來 當時後我幾十米的稿 有十多個學生被硬死 有些腦腸、腳、手都裂開了 整幾個血 但是在六四事件發生五週年的時候 黎鴻又說解放軍當時未有打死示威人士 我見到他們上到最緊承 還未回九神禮 他們已經向著紀念碑開槍 叫人們走 在上面 在下面開槍 對 向紀念碑最高層 向紀念碑上面開槍 即人頭頸開槍 對 向人頭頸開槍 又開槍 應該沒有假中人 開始趕人走 大家都開始慢慢走 其實在六四事件當日 本港幾乎所有傳媒 早就已經撤離天安門廣場 廣場入面 只剩下美國和西班牙的攝製隊 而香港新聞台播放的片段 都是主要引用美國攝製隊 其實西班牙攝製隊 偷偷地回到天安門廣場的時候 就拍攝到學生 在凌晨四時四十五分左右 撤離天安門廣場的片段 今天天安門廣場 跑 brakes 勝利還是我們的會回來的 我們會回來的 而當時在天安門廣場內 逗留到早上6時半的四君子之一侯德建 也堅稱未有在廣場中見到屠殺事件 有人說廣場上曾經有兩千人被打死 或者幾百人被打死 在廣場上有坦克、碾壓學生撤退的人群等等 我必須想到這件事情我沒有看見 我不知道別人在哪裡看見的 我是六點半還在廣場上 我一點都沒有看見 我一直在想說我們是不是需要用謊言去打擊那些說法的敵人 難道事實還不夠有利嗎 維基解密又說 在離廣場以西五公里以外的木西地 證實有軍民衝突 而當時中國的發言人袁木 也承認有傷亡 一小說為非作戰的暴徒 也包括圍觀的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 受誤傷的 傷了兩千多人 死亡的情況到現在為止 軍隊方面和地方加在一起 現在初步的統計數字 我完全我剛才說了 近三百人 有網民就說 維基解密無理由幫中國說謊 所以相信維基解密所說的是事實 也有人說 如果他說的是假的話 美國白宮早就出來澄清去打擊維基解密的公信力 還有人提議說要改寫歷史書 但也有網民說 因為中國政府旺跡不好 就算今次維基解密說的是事實 也難以令人信服